大家好 歡迎收聽漫漫畫畫 5、4、3、2、1、0 All Engin Women Let's go We have a lesson 大家知道 一般我們台灣創作漫畫 大部分都是單打獨鬥多 那現在最近幾年也開始有一些編劇 或是漫畫家的一個配合 那今天我們請到兩位老師 除了是編劇以外 也是漫畫家 然後甚至說也有醫師 有這種很多重身份 好那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雷雅老師 大家好我是雷雅 好梁元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元 這兩位大家如果對金曼姐有印象的話 他們曾經拿過金曼獎的 對有人在台上哭 對 他一直否認 他並沒有 但是感動 是不是 講到老師比較感動 我當初是有 《醫院與瘋狂》這部漫畫得到的獎 大家可能想說 《醫院與瘋狂》 聽起來好像好幾年前的事情了 十年前 十年前 可是《醫院與瘋狂》 幾乎每年還在持續的出嗎 對 當初兩位好是怎麼樣想說從漫畫家 畫漫畫這個部分 開始進入這個行業的 或是說從小就喜歡畫漫畫嗎 還是一些什麼懷抱什麼夢想 或是哪一天不小心誤入其除了 想開始創作漫畫 我記得雷雅老師之前在從事漫畫之前 還開個什麼論壇嗎 無建談創作人協會 對對對也是針對這個創作再繼續做 很有心還提供獎金給一些新手去磨練 那我先問問雷雅好了 為什麼會想要畫漫畫 其實我小時候畫漫畫 我相信跟很多的人一樣 就是喜歡漫畫 因為那時候網路還沒有像那麼發達 所以大部分的娛樂來源 就是到圖書館看漫畫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週末 我爸會帶我去那個圖書館 然後就有個漫畫區這樣子 然後就坐到那邊就不想回家 那時候就很喜歡很多老師的漫畫 有台灣的也有日本的 像是台灣的就是以前那個 葉宏賈老師的那個諸葛士郎 還有老夫子是香港的嗎 凡哲 還有日本的當然就 手衷志同老師 後來就開始 因為回到家就不能看了 當然有的可以借回家看 但一下就看完 然後就開始做白日夢 就開始想像一些自己的情節 開始動手塗鴉這樣 然後上課也發呆的時候 就畫課本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畫 我這個畫畫這個習慣 就是用來抒發一些想像力 或是幻想大概就是到國高中吧 高中就是因為我爸媽希望我當醫生 那雖然那時候我不太想 我那時候是要嘛就想當漫畫家 要嘛就想當電腦工程師 編劇嗎 編劇還好 那時候因為我很喜歡 也很喜歡打電動 就是我都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想老師小時候可能 也有歷經類似這樣 差不多耶 以前我的夢想就是漫畫家 要不然就是你講的電腦工程師 因為我想說哪天我可以設計機器人多好 因為受到無敵鐵金剛的影響 可惡 我覺得大家小時候很一樣 但是就是家人就會說 這個當醫生不錯啊 你成績不錯去當醫生好了 我那年代就是醫生律師 對 醫生是首選 第一賣兵第二當醫生 對不對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他就當了醫生 所以當醫生那幾年就變成說 就比較沒有在花太多心力去學習畫畫 但是就是當作紓壓管道 因為當醫生其實也蠻累的 變成一種紓壓管道 對我自我療癒的紓壓管道 後來開始真的創作 因為兩個人都每次都常嗆我 我說我那哪叫創作叫塗鴉 他現在連眼睛都變形了 他聽不下去了 就是大概就是當總醫師的時候吧 因為總醫師就是要準備神組織醫師 中間有一個GAP 那一年文化部就辦了 第一次的那個藝術新秀的這個補助 那我就把我當實習師那時候畫的一些稿子 就一疊 那我就直接把那一疊就是擠過去 對 可能那一疊就是像老師剛剛講的那樣 那個數量有點驚人 這一段疊 畢竟是畫了 好幾年 十年 從當醫學生一直畫 應該那時候也是累積十年 是同一部作品嗎 就是《醫院瘋狂前生》 後來那一疊就是掃描給他 他就畫成《醫院瘋狂》 所以是都四個了 對那時候都是畫四個 那為什麼一開始沒有想到畫臉環 因為那時候沒有畫臉環 第一個我覺得我能力不到 第二個那時候我本身在醫院的看護連載 這也是那時候以四個位置 所以也算是因緣際會 那時候醫院看護 覺得我畫畫還蠻有趣的 就我在那個中國醫訓的 因為我是中國醫藥大學畢業的 在那邊連載 所以那時候就養成做四個 而且我們醫生值班的那些零稅時間很短 有時候你在裡面躺五分鐘 然後就護理師護理站打過來說 有一個病人鞋掉了 然後就要出去看一下 所以四個那時候是比較適合 那時候值班比較忙的創作 我也有想過做連環 但是連環真的難度比四個 我個人覺得高蠻多的 那個劇情的架構 然後騎乘轉合蠻難 總之外就是文化部 運氣好得到藝術新秀 那時候他就要一個publish出版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這樣行嗎 雖然我很高興我得獎 但我怎麼看都覺得不太行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 茫茫人海中說 我想找一個漫畫家 專業的跟我搭檔 然後就意外在網路上 看到兩元作品 是你主動找到他 我就覺得這個人 我第一對他的漫畫 在網路上最有印象 他那時候畫個西門町的女僕咖啡廳 那畫他跟他好朋友 去女僕咖啡廳的經驗 都進去了 然後好像太貴落荒而逃 劇情好像是大概類似這樣子 就是什麼都要錢 嚇倒這樣 那時候很窮 女僕咖啡還 拍個照要幾百塊 充滿笑容的 讓你們這個落荒而逃 然後所以後來就認識兩元 所以後來一元瘋狂前陣 就是把那一疊 變成一元瘋狂一 那一元瘋狂二之後 就開始就是我編劇 然後他開始創作 全新的 對 就變成完全的兩元搭檔 因為瘋狂算是你的第一本漫畫 正式出版 正式出版 算是第一本漫畫 在還沒正式出道之前 就已經花了十多年的時間 在累積作品 那現在又持續 又十多年 又過去了 好快 我們回過頭 因為最後還是找到兩元老師來畫 那兩元這個部分 當初蕾雅來找你的時候 你有什麼心情會覺得說 醫生懂不懂漫畫 合作上面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要不要 因為一般創作者 都喜歡畫自己的東西 對 我剛剛認識是在那個 518外包網 是518 忘記了 518賣王 他那時候在徵求 然後我就丟自己作品過去 然後他就找我這樣子 就開始畫了 可是你們當初沒有說聯繫說 畢竟是第一次合作嗎 因為像我漫畫家都是一個人畫 那你現在找一個人配合的時候 那你其實在遇到他之前 我就遇到幾個比較爛的案子 所以我都有心理準備了 我只要不要告我就好了 對那時候好像也發生事情 好像有 有啊 因為你在那時候接雷亞 那時候快出書前 那時候還在繁星嗎 是不是 繁星繁星 對 差不多那個時候 對那時候接案 其實我覺得 好像每個案主都怪怪的 他不只是比較正常 他算是最好的了吧 不是我嗎 你們兩個都有老師是後來的 所以老師是最好的 沒有 沒有他先撐住我 然後我才有辦法遇到老師 對 撐不住就遇不到我了 對那時候有一個說 反正案主就是 他就是先找你 我就寄作品過去 他說好那我找你畫 結果找了我畫又說 就要我改畫風 我說我怎麼改 這是我的畫風啊 你當初不就是看我的畫風 才要找我嗎 對 我就說那這樣我接不了 然後他就開始寄 純正信函什麼的 是啊 嚇死了 我存責只有三千塊 他搞我 我要搞什麼 我那時候還幫你找律師 對啊 可是有簽約嗎 你之前 有簽約啊 對方就是律師啊 然後就嚇死了 對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怪怪的 就是他就說 欸你畫得很好啦 但是我沒那麼多錢 那可不可以什麼之類的 然後因為他說什麼 基本上應該是編劇的話 你要會分鏡這樣子 他講話連環的 我說這樣子比較好 他就說他不會 然後要我當網紅什麼之類的 我們要錄什麼東西 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想幹嘛 你當網紅應該沒人要 後來 對啊 後來這個人就消失了 然後後來反正就要再找 因為要生存嘛 就是要繼續找啊 就案子怪怪的 就以後小心點 後來就遇到他 就一直合作下去 然後我五一八上面 就沒有再找了 就開始有一個比較穩定的 合作夥伴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搞不好那時候 當網紅到現在 已經搞不好是百萬千萬 剛剛你了解說 兩位的一個配合 或是互相尋找對方的一個過程 那還是想了解 像兩元你是怎麼 開始想要畫漫畫這個部分 這好像是自然而然 就是這樣 你說你是多大的時候 才確定說 我可能想要靠漫畫這個部分 來做維生了 好像真的從很小開始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像七龍珠吧 可能更早之前也是守種自從的 守種自從的那種孫悟空 就是在怪怪裡面的 還是那小粉的 後來就看到七龍珠 後來就看柯南什麼之類的 一直很好奇 這怎麼畫出來的 就是會很好奇 然後就開始自己想要嘗試去畫 大概到15歲之後就斷了 斷了10年吧 大概在20幾歲才開始重新直畫筆 真的開始想畫 因為那時候就想說 好像大家都是要畫畫的話 都是要念復興美工 然後念復興美工 你之前就要試什麼 國中美術班什麼之類的 要有辦法進去嗎 我不確定 我媽就叫我說 你不要想 這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不行 我就先把這個夢想 先放在心裡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創作 中間有想說 那我是不是當作家 當小說家 當詩人 這之類的 結果後來到大學的時候 然後好死不死 選到了英文系 英外系 就是我外文系跟中文系 兩個連續填 就是交叉填 結果種了外文系 那我就沒有中文可以念了 所以寫作的夢也就斷掉了 說說你外語人力很強 很弱 你說說外文系 對 倒數第五名畢業 至少畢業 對 我又靠演戲畢業的 是 就是裝認真 就是靠點名 就是點名都到 然後作業有交 然後60分60分60分 這樣子過的 後來 從新開始畫漫畫是因為 有一次感情受挫 就覺得我想要寫點什麼東西 然後畫點什麼東西 然後就開始畫 畫了之後就覺得 好像這是 我從小到大以來 唯一能夠自己掌控的事情 大學畢業 你是不是想哭 沒有沒有沒有 大學畢業 然後又什麼都不會 正在等著 大學畢業 就是英文也不好 日文也不好 什麼都不好 其實後來去考中文研究所 雖然有上 但是如果是走學術的話 那不是我想要做的 然後我就退出來 然後我想說 畫畫好像還是可以試試看 畢竟那才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很認真的在畫漫畫 這樣子 但是中間還有做很多工作 都是為了求生 黑貓才幾遍 黑貓那是不得已 還有保險 對 保險 就為了生存 對 為了活下去 而且那時候剛好 畢業的時候剛好是2008年 金融海嘯 我爸媽都被優退了 我壓力超大 然後還要去當兵 我整個真的是快瘋掉 是 所以你是當完兵之後 才算是正式開戲漫畫 當完兵之後 然後再做了兩三個工作 然後大概28歲 才真的算是踏入這一行 對 也差不多 我也大概20幾歲才開始畫漫畫 20幾歲跟28歲我已經差不多 28已經快30 我也是退伍後 對 老師你也是很勇敢 沒有 所以說一般來講像我同輩的老師們 現在都已經是我們的長 不是長的前輩 老師也是前輩 漫畫圈的前輩 因為大概五六五七年次 五五年次 他大概現在已經都是在很前面的 我們是比較算晚出道 現在還在撐 那湯老師算是你的前輩嗎 算是吧 真的嗎 資歷來講他算是 年紀來講他像小弟 沒有 沒有啊 因為兩位就是都不是課班出身 都得一個跑去練醫學 外語文系 原本讀中文 結果跑去讀外語 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像畫漫畫 畢竟畫圖這個東西 還是必須有些所謂的技巧的練習 然後像我們在我們這個年代 你說要漫畫班根本就是 根本聽話夜談 對 不要說漫畫班 連教學書也沒有 對 對 那我比較想知道 兩位是如何去訓練自己的 畫圖的一個人力的 那我先簡單講 因為這個是兩元擅長 兩元每次都吐槽我 我沒有什麼畫圖技巧 沒有我是說你是國中程 謝謝謝謝 好那不是要醫師嗎 不是我們先了解問題在哪裡 好我有國中程度的技巧 那我來講一下我怎麼訓練的 國中程度的技巧 基本上就是模仿吧 就是小時候 最常老實講的 小時候沒有什麼漫畫教學書 對 那就是 喜歡的漫畫書就拿著 然後就是 能描的就用描的 然後 能臨模的就用臨模 那以前 我記得我第一個 學的是那個 把藤子不會熊的 老師的小叮噹 因為小叮噹的 集合圖形比較好學 而且那時候 我還記得 那時候叫小叮噹 現在叫哆啦哩夢 對 卡通那時候結束 他會教你怎麼畫 他有一個 就是卡通動畫結束之後 他會說 先畫一個 還有一個小 圓圈 對 然後再畫 你這樣講話好像有想起來 對 我就真的跟他電視的 然後趕快他再講 我就敢畫 那幅畫 然後我爸媽那時候覺得很妙 就幫我拍照 所以那照片還留在外面 那時候現在來看 我根本認不出 他是秀人檔 是喔 所以我的 你畫的是鬼太郎吧 沒有 還看得出來是原型的 頂多是雪人 什麼之類的東西 對反正就是 鬼太郎可能聽眾 我也不知道 鬼太郎最近也有新的 對他有新的 反正就是那時候就是 能描能學能靈模的啦 後來長大之後 就是有一些漫畫教學書 慢慢出來 可是那些都是日本老師 就是講的 然後台灣把它翻譯過來 對對對 對啊那時候真的很想學 但那時候網路部分 要打坦白說 就一樣是跑圖書館啦 所以大部分都是自己 土法練鋼 然後終於練到了 國中程度 謝謝喔 恭喜 親子在那邊 不過我要這個業配一下 對現在人比較幸福 有曾建華老師的漫畫課程可以寫 謝謝謝謝 好會做的耶 對還有曾老師的超級厚的精裝漫畫教學書 謝謝謝謝 我沒有刻意要你業配啦 真的沒有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 剛剛吃的蠻好吃的東西 所以說就是也是從零模開始 因為那時候 以我們這個年代來講 真的所謂的教學資源 真的沒有那麼多 對現在網路時候 隨便搜尋一下影片也有啊 甚至一些教學的文章都會有 甚至教學書買的都會有 那像我們那個年代真的就是 土法練鋼嘛 拿到一個喜歡的造型 喜歡的圖就是那邊 零模那邊畫嘛 有些東西就是 那時候出來比較憨的作品 然後我們就開始畫那個 或許有些老師比較喜歡七龍珠 說你會發現他從小開始學的那個比調 就會到現在的調性 就會比較像七龍珠 那像我那時候年代是有接觸到 比較像是香港漫畫 那時候黃玉蘭的那個 《如來生長》 那時候就已經有進來 真命天子而已 沒有那真命天子那還很 那是重新畫 我說早期的第一代的《如來生長》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我記得他就 有瞄過 我們就那時候就有 開始有習慣看感慢了 那看一看 哇那個線條肌肉畫的很厲害 很有張力 對對對 然後一陣子就開始學習 比較寫實的畫法 那當然沒有基礎骨架 你怎麼寫實也寫不出來 怎麼畫都像一頭石這樣 大家都有這個連帶在了 對 你從小事怎麼去訓練你的畫圖的部分 像現在畫的骨架也好什麼 畫的很雜屎很厲害 好 骨架很盪 對 太好了 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啊 很好很好 我很少改你紅線的骨架 他講到教學術講到最早 我接觸的是游舒安老師 他那一系列的那個 記得我還有一套 對我現在還有用他裡面的技巧 狂隆國際的 為什麼那你不是畫少女漫畫呢 少女漫畫 他那教幾乎都是少女漫畫的調性 我忘記了 我好像他有教我畫那個背景 什麼網格線那個 對 我之前都很好奇說 那背後就是日本漫畫背後那是怎麼畫 就覺得很厲害 後來發現 原來真的是一筆一筆畫的 我就覺得嚇到這樣子 那一套算是台灣早期最早的漫畫教學 那一套做的真的很好 後來真正開始練 就是也是跟大家一樣 就是看到什麼就是試著畫畫而已 後來到K大有他開始開課之後 到我開始要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資源開始變多 就是不管你有漫畫教學的書 或者是還有像線上教學 然後我去上K大課 然後從透視開始學 再去學那個 應用接駁學 應用接駁學 講這兩個 其實這兩個就練個兩三年 這是最無聊的事情 然後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對對 然後後來就是一直 就邊畫漫畫邊練嘛 就慢慢練起來就這樣子而已 也是要下一些苦心時間 那肯定的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過不了這一關 對 其實很多就是你懂方法 可是你也找對方法 如果說你不斷不斷畫 其實有時候你一直畫 還是畫不出來 你必須了解說你畫的錯誤在哪邊 那你會畫的過程找到正確的 那你就知道說 原來我畫錯了是這裡 你才有辦法去做修正 對對對 這可能跟我自己的個性有關係 就是我自卑感比較強 會嗎看不太出來 我自卑比較強 就是實際上我就覺得自己畫得很爛 我通常不會看我以前畫過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不忍直思 那以雷亞的醫師的專業角度來看 這位作者 她的所謂的自卑感的問題 以你們合作的部分 應該沒救了吧 但是我是覺得實際上自己不好 所以我就會一直想要更好 我的心態是這樣子 總是要有個目標 因為如果說你覺得自己很滿足現狀的情況之下 你進步就有限 其實我好像這條路上也是看到 蠻多人就這樣停下來了 就看過不去 我那回過頭 因為兩位是配合的 那我們在聊聊配合的狀態 對 比如現在是雷亞是編劇 因為不畫 對 她也不給我畫 她也不給妳 沒有 你要畫 就是一畫 然後有一開始畫 你就開始閒東閒西 你可以不要理我 股價歪掉了 不是啊她畫你就沒 你不就失業了嗎 我就說很棒很棒 對對對 雷亞是編劇 兩人是畫圖網稿的 對 好那可不可以講一講 兩個人配合之間 或許也可以給其他 比如說編劇要跟一些畫家 大家彼此配合 大家有些什麼樣的心態 或是說在配合上面 一定會有衝突 那衝突上面 你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解決的 是吃大餐嗎 或是什麼之類的 大餐是一定要的 對 常常看人家常會出去吃 對 好那看看雷亞這邊 以編劇的角度來講 因為其實跟兩人合作 也是我第一次跟 漫畫家合作 所以我對他來講 應該我們兩個 就是找搭檔這件事情 都是一個新的體驗 因為向老師是直接帶整個團隊 那我跟他是雙人搭檔 雙人搭檔 意見就是溝通的橋樑 一定是要做好了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態是 我覺得兩元就是partner 而不是說我付他錢 所以他要聽我的 不是 所以早期他剛開始跟我不熟的時候 都會很尊敬我 然後就是可能我給他的圖 他就真的造化 然後後來他開始慢慢的 就皮條氣 然後他就會說 我覺得這個 自己有自己的意思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才是真正 比較健康的開始 就是他會把他一些想法 比方說展現出來 那我本來就算是喜歡他的漫畫風格 像他剛剛前面有講 就說有的編劇跟漫畫家是編劇還要畫分鏡 對 那我就覺得說兩元的分鏡 其實基本上我也蠻喜歡 所以我最後 我的編劇這邊退到只有文字 所以我交給兩元的時候 像我們目前一元楓老師四格 我就是會打標題故事 然後是列那個文字描述 一列一格這樣子 對那分鏡就是交給兩元 兩元畫的我幾乎八成都會覺得OK 但有時候那個分鏡的角度 或是視野的那個camera角度會不太一樣 那我就會跟他說 我想要從哪邊往哪邊看 那慢慢的他也發現說 有時候他畫好了 還想要再改就很麻煩 那他也不太是喜歡改的人 沒有人喜歡改 所以後來就是又開始 他會先給個草稿 就是他可能就一個就是 類似分鏡稿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在分鏡稿就開始討論 那原則上分鏡稿 我們之前的默契就是分鏡稿可以改 就是有時候盡量不要就是三次以上 就是一個漫畫 就是我自己要訓練自己 因為我可以理解 一直要改會崩潰 對對對 就是丟筆說幹不畫 所以就是我也要訓練的時候 我說了一件要再看一次那個草稿 或者是要預防他出來的 跟我想像很大落差的時候 就一次盡量把它講完 所以等到畫完之後 我們可能要改的東西 就相對的比較少 對因為我可以體會嘛 如果畫完又要改 畫完又要改 對雙方來講都是 光是他心力的消耗就很多了 對所以我們把中間那個 在分鏡草稿那邊的 花了比較多時間在討論 那後面反而就會比較順一點 是 那比較好奇說 你給兩元的分鏡 你說剛剛會說 每一個會有一列的文字嗎 那你的文字會到達 多樣的精準程度 比如說除了描述以外 那對白的部分會有嗎 還是說你比如說四格漫畫 那你這一篇四格漫畫 你有想要展現的笑梗 或是你想要展現的 所謂的一個主題好了 那是不是也會一起飄上去呢 我會留給他一點 他自己想要發展空間 但是基本上什麼人物 在什麼場合 然後講了什麼對白 那對白部分基本上 我會直接用打的 因為伊遠瘋狂是個醫學漫畫 他的那個醫學知識的精準度 我要求要很高 漫畫可以不好笑 但絕對不能講錯 對對對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的漫畫的特色 就是有醫生背書嗎 而且我的很多好朋友同學 都是我的顧問團 因為我自己是身心科 我本來就的知識 就是這一個是專業 但跨過身心科領域 很多腸胃科啊 神經內科都要請教專業 對所以我的重點 反而是放在醫學知識的對白 那部分要正確精準 那反而人物的展現啊 分鏡啊 我如果太限制兩元 兩元還會覺得你哪位啊 我覺得就是你要先了解 你自己的專長跟特色 然後他的專長特色 然後雙方可能還是要磨合各退一步 比方說如果當初真的很堅持說 我分鏡一定要怎麼畫 一定要怎麼封 兩元也不會跟我合作那麼久 對對對 彼此給彼此一個空間 對對對 空間這個是很重要的部分啊 那兩元這邊來 你今天接到雷雅老師的一個劇本的時候 這些文字稿 在你轉換轉譯這些畫面的時候 你會用些什麼樣的方法去看待這樣子的故事 或許說有時候明明就是不好笑 你要怎麼把它變成好笑 對 因為有些醫學常識真的會比較硬一點 對 或許說有時候我們在打文字編劇本的時候 可能文字的人會覺得說 我這樣寫好像蠻好笑的 或我說是說真的 可是到圖像這邊會覺得說 不了解你的笑點在哪邊 這時候你們要怎麼去溝通 有時候我會直接跟他講說 欸你真的沒有很好笑 對 有時候真的不太好笑 沒有但有時候就真的只是衛教而已 就也不用特別好笑啦 也是也是 對阿 不過以我這邊來說就是 當然漫畫就是 我就盡量讓人物去表演 表演是我的工作 就是讓角色動作誇張啊 表情誇張這樣子 比如說眼鏡凸起來啊 然後嘴巴張很大 對阿 或是反應很誇張 我綜藝島之類的 盡量去做一些誇張的 讓角色去表演這樣子 那就我剛才講說 如果說你有沒有 有時候會自己加笑點進去 早期我會 像是圖像的東西 圖像的表現跟文字 還是有一些比較不太一樣 其實我早期比較會去改他的東西 你還記得我以前有改過你東西嗎 然後你還說了 你這樣比較好笑 好像有 對 就是他其實很寬宏大量 我就覺得他這個很了不起 空間 對 因為通常如果是衝透的話 有人改我的東西我會超不爽的 是嗎 對啊 然後後來我自己也是想說 就是他也是這本書的作者 我要尊重他 對啊 所以我就盡量不會去改 終於想到要尊重我 終於想到是做作者 我是年前就想到了好不好 他是台詞 然後我是分鏡跟動作 角色 我就不會改台詞 然後他也不會改我的表演 這就是雙方的配合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畫到第12集 對 順便問一下13集什麼時候出來 這個 明年1月 你說的 我們這次出來的時候 應該差不多1月了 可以 這時候就要說 現在13集已經在市面上了 已經開始放售 FF 差不多吧 對 期待期待 像雷亞這樣來講的話 今天已經要出第13集了 對 因為你說FF要出 所以最近要出第13集 對 我們節目出來的時候 應該差不多要出了 對啊 那有沒有什麼規劃說13集之後 這整個系列 我們每次私底下都會聊說 整個系列有沒有預算說大概畫幾集 我在我還活著然後的狀況下 我會盡量的能做多少算多少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會生病嘛 所以我覺得醫學的知識是無窮無盡的 不知道我自己也在學啦 那一方面就是 我也跟兩元合作我也蠻開心的 那當然兩元他也一直很想要畫自己的作品 但是如果他比方說想要打工 好想要打工 打工 我幾歲了還打工 沒有我意思說就是兩元只要 我這邊的算打工 沒有我 我覺得我這裡有個要想打工 你們這樣子我很為難 反正找意思 我意思說只要兩元願意的話 我這邊就是配合啦 我自己是生性科醫師嘛 每天在門診看每個人 都生命中會發生各種事 對那我就覺得有些東西是不能強求的 對但是就是能做就做啦 對對對 就是說就是能畫就畫 能出就出 萬一遇到什麼困難那就且戰且走這樣子 所以我心態是沒有設定任何的 一定要達到的目標 但是就是心有餘力 我們就來算是為醫學界跟漫畫界做一個橋樑 很好欸 其實雷亞這個醫院瘋狂 其實都獨資嘛 自費出版嘛 大部分都是我自費出版 對對對 因為很多其實外界還以為是你們是什麼 有什麼出版社幫你們出 其實出版社就是你自己 對對對 有時候當平時有時候遇到你們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都會幫你們澄清一下 都是很佛心的自己拿錢出來出這些作品的 對而且一做你要十多年了 對對對對 對啊很不容易 老師也很不容易 沒有啊 就你剛才講的其實創作我們就是 其實也沒什麼退休啦 就是能畫多久就一直畫嘛 對啊 所以兩元咧 我常常聽你說要畫自己的東西 聽了好幾年了 對啊 我也聽了好幾年了 明年真的要開始了 每次說啊老師我想休息一下 我想來畫自己的東西 我說好你去休息 然後後來我案子來的時候 兩元要開始畫了 你的東西畫完了還沒畫 真的明年要開始了 因為我最近老花眼了 我覺得喔 我變老的感覺很強烈這樣 年紀大了 那有考慮像我們這樣組團隊嗎 是有想過啦 但是我還是比較想要看有沒有 就是認識的先找 不太想要上網找之類的 就是還是要找配合的部分啦 對啊因為 他怕了他怕 對啊因為我怕 來的不是助手是絆腳石 對對對 像我們找助手都是找認識嘛 你看我們群組 對啊 都是認識的老師啦 或是自己的學生 自己帶最清楚啦 對對對 找外面真的會怕怕了啦 因為以前那時候剛入行的時候 就有聽過的時候助手去告老師啊 有啊 現在還是有啊 對啊 那老師反過來告學生 那如果我自己根基不是很穩 然後人家一告我 我不是又抓賽了 你剛才說 剛入行的時候就被告過一次了 對啊被案主告 然後之後又被助手告 怕爆了 對啊 那時候你是怎麼去脫離到這種 因為那種壓力一定大嘛 那時候加上家裡 沒有那麼油 對對對 後來還把房子賣掉我記得 對啊 那你是怎麼去度過 那一段感覺蠻低潮的嘛 硬撐啊也沒有什麼方法 不過那時候其實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自己放棄 不要畫漫畫啊就可以 可是你們還是去畫啊 就是我講說最慘的就是 最慘的狀況 最慘就是不要畫漫畫 就把自己賣掉嘛 賣掉就是說去做 能賣什麼呢 不是啦 把自己賣掉就是說 把自己的人生賣給某公司之類的 好像射處這樣 對啊比如說去黑貓送貨啊 或是柬埔寨之類的 柬埔寨會 賣奇怪嗎 不太好啦 對啊就是這樣子嘛 啊反正就是最壞的狀況沒有發生 那就可以撐得下去啊 至少現在撐過來了吧 差一個房子 差一個房子 現在住設宅對不對 現在很棒好不好 設宅很棒嘛 有啦 有的還抽不到 因為年紀也大了 然後我爸媽年紀當然是比我更大嘛 那他們現在如果腿腳不好的話 最好是能夠有一個房子 讓他們不要一直走樓梯之類的 對啦 就是這樣打算 還是一步一步來 尤其畫漫畫這個東西 剛才一直想說 問你要不要組團隊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看我們獨自一個人在這邊畫圖的話 畢竟在這個整個環境你也知道 其實維持溫暴已經算是很不簡單了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我一直很慶幸就是有遇到蕾亞 只有在廣播節目上清晰蕾亞 剛剛時常都這樣講 對 私底下常常會說 雷亞幫助很大 謝謝 就我覺得雷亞真的很佛心 就我剛剛講 智廢出 然後出了一套的這樣的系列 出了本身的內容 就是跟所謂醫學衛教有關係的 就是這種教育性的東西 再來就是因為你看你提供了兩元十多年的 衣食父母 對衣食父母 對 因為雷亞竟然來 畢竟本身專職還是醫生 對身心科精神科醫生 對平常我看你每次抱枕都是 每天都是特蠻 蠻多人的 對 有這種看到你很憔悴 對我一直都很憔悴 那應該是天生長相的問題 那我比較想了解就是說 老師周圍創作者這麼多 我也不要講病患 我就說創作者那麼多 就你所接觸的創作者來講的話 像兩元平常 不管是家裡有一些壓力也好 或是個人的壓力也好 那面對這種壓力的情況之下 很多就會轉換成現代的文明病 但是身心科的就診民眾真的是越來越多 我覺得應該說不只漫畫創作者 所有的工作每個職業都有他的一些辛苦的點 所以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壓力 那以漫畫創作者 因為我這幾年高興教了蠻多的漫畫界文章圈的朋友 第一個就是那個是壓力 因為要被催稿 然後可能三餐不計 然後投稿補助會不會得獎 第一個就壓力大 所以蠻多漫畫家就是蠻容易有一些焦慮 甚至會憂鬱的狀況這樣子 當然這種狀況是暫時的 比方說補助通過了得金萬獎 就會稍微解一下 就會開心 可是錢用完了又 對所以又要再寫他了 另外一個就是漫畫家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自己觀察了 特別有幾個要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睡眠 因為漫畫家很常常要趕趕 有時候要喝什麼咖啡 紅牛 那就很容易作息會亂掉 這個睡眠剛好是我的專業專科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知識 像兩元他這個他就是深受其害 他的就是因為要低頭 對就是包括說脖子啊頸椎啊 或是肩頸啊 都很容易有那個長期過度緊繃的問題 就很容易造成頭痛啊 肩頸痠痛這些 還有那個畫筆啊 就是以前的畫筆 他那些就很容易碗碎到症候群 對對對就是這邊會痛嘛 然後所以有的老師會用護腕 或是電滑鼠電之類的 但是隨著那些什麼繪圖板 越來越高級 這部分應該就會好一點 稍微改善 等一下第三個就是眼睛嘛 嗯 就是大家都 其實不過我覺得眼睛 坦白說現在不只是漫畫家 所有人只要拿手機 手機的都會啦 對 一目這麼小 就是肝眼症啊 近視啊 或最嚴重的當然就是 黃漫步病變的一些 是 不過這是眼科啦 但是因為我們當實習師的時候 是都要學 嗯 那我也亂過眼科 所以大家我覺得以漫畫家做的 我觀察到這幾個就是大家會比較辛苦 比較明顯一點 對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比較想了解說 一般人有焦慮可能自己不會知道 嗯 大部分人焦慮輕微的不太會有自覺啦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會比較了解說 我有焦慮或是我有憂鬱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是自己可以判斷的 通常一開始第一次得到這個都很難碰到 包括我當年第一次憂鬱的時候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憂鬱的 對對對 因為現在就是畫院有瘋狂初衷之一個 就是希望醫學知識普及嘛 對 那以焦慮來講就是 最常見的就是比方說睡眠睡不著 嗯 比方說原本睡著突然間最近有事情都 晚上都很不容易睡嘛 就失眠 失眠 等一下第二個就是包括有一些身體症狀啦 比方說最近 休悶心悸 胃食道逆流 對啊 或者是就是頭暈頭痛這些症狀 頻繁變多了 這些都有可能是焦慮跟所謂的自癒神經失調 還有症狀有關係 那憂鬱就是 當壓力大到一定程度 自己的身體已經沒辦法負擔的時候 會開始 血清初會下降 下降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憂鬱症症狀啦 那憂鬱症症狀就是 你可以把想像人是有動力的嘛 像曾老師就是 動力好像是max無限 所以說我基本上一年這樣抗症應該是不會有憂鬱嗎 很難講 我不預設立場 因為我們也看了很多過度堅強的人 所以我們是持開放心胸 就是有誰需要幫忙我們就幫忙 但是老師看起來當然就是比一般人更不容易憂鬱 我們都比較正面 對 那憂鬱的話大家要比較小心就是 因為大家都會以為說憂鬱症就是 就是我很想死啊 然後我好憂鬱這樣 但是其實大部分人在那之前 都有一段很長的掙扎的路 沒有人一跌都是直接到谷底的 所以麻煩是早期 大家都是等到變那種跌到谷底 再來看身心歌 那就很辛苦 因為那時候一來是很嚴重 後來那時候可能都已經想不開了 工作沒辦法做了 甚至已經造成 比方說自己跟家人很大負擔 所以現在發現說在憂鬱症早期 會有一些動力上的改變 等於說就是以前很想做的事 最近都提不起進來 不想出門 以前很喜歡吃的東西 現在也覺得死之無味 就你那個動力 人的那個動力 就跟車子的引擎一樣 它的火會越來越小 就像創作一樣 哪一天我忽然間不太想畫圖了 對 或者是以前某個東西可以帶給你快樂 但現在你想靠那個東西做到快樂 是沒辦法的 可能會很痛苦 對 或者是就是發現變成做不到 那我自己曾經得過憂鬱症 那時候我最憂鬱的時候 是連起床都做不到 就是人明明躺在床上知道要起床 但是人就起不來 我的意識知道 是抗拒起床這件事情嗎 沒有不是抗拒 我很想起來 我知道我必須要起來上班 但是我起不來 老師會問這個 就代表老師沒有中毒憂鬱過了 對 因為我們所謂的憂鬱就是 但是我其實明知道我不應該這麼頹廢 但是我的身體整個就已經沒有動力 可以讓我支撐 連起床這件事都做不到 所以說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已經醒了 對 但身體動不了 是這樣子 對 重度憂鬱症的時候就是你會像 就是一個人被關在一個千塊裡面這樣子 對 最嚴重的會類似這樣 但是我覺得我很感謝憂鬱症帶給我一些經驗 因為一來就是我可以體會 其他憂鬱症患者的狀態 對對對對 就是慘過就知道別人慘的感覺是多麼痛 聽你講我的病症是怎麼樣 其實很難去感受到說 就像你剛才講 明明醒了我就可以起來 為什麼會起不來 對我真的是起不來 我相信梁元也有有所有這樣的經驗過 那只是太冷而已 我只是覺得天氣太冷 好 就是比方說原本會跟大家出去吃吃喝喝的 突然間都救不到人 就是最近也不想出來的 不過我覺得憂鬱我自己分享一下 我覺得我很感謝就是 因為憂鬱的時候你幾乎所有大部分的事情 你都會做不到或者是沒有動力去做 可是當那個時候 你還能讓你起床去做的 就是你生命中靈魂那個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可以說是類似真愛這種東西 小宇宙 你就燃燒 我記得我那時候很憂鬱的時候 就是能讓我起來就是做文創 不一定是漫畫 但是就是可能跟設計有關 或者是想漫畫稿 可以讓我從床上起來 但不是那種上班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會了解到對你來講 你這個生命來講 會有動力這樣子 什麼東西可以讓你活起來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原來做這些設計文創 可能我這個人靈魂當中最想去做 後來還多一個走公園 但走公園 我覺得是可以讓我看到多人 形形色色的人 從基層到可能就是高色精的 他們都在公園走動 就會發現我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這世界上都還是有很多人在過生活 那我遇過再怎麼慘 也不一定比他們慘 所以我後來再多一個走公園 那走公園對我來講 其實不算是真的為了減肥或運動 比較像是這個我可以看到 這個社會的人 動物 形形色他在交談 聊什麼東西 大概這種感覺 會不會是說 當一個完全沒目標的人 會比較容易有這樣子的症狀 會一定會 對嗎 因為人生目標就是一個希望跟挑戰 當你沒有希望跟挑戰的時候 你就像扶貧一樣 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那可是換一個另外一個角度講說 當你有一個目標 可是目標太大了 大到你有壓力了 這樣也會有 對 那這個就是坦白說 因為每個人一開始小時候 不知自己精重的時候 都一定會好高霧遠 但我不覺得這不好 因為你好高霧遠的一定會失敗 但重點是你失敗之後 假如這個東西你真的很想要 那你不要希望有誰會突然間救你 你必須要自己想辦法 對對對 你失敗了那你為什麼失敗 是你不夠好嗎 還是你目標定太高 還是你某個地方判斷錯誤 那你就要去修正 那才有那個為自己夢想負責 因為我常常去演講 就是講身心科 我都會說我的人生就是蜘蛛人 就是Spiderman 就是失敗的面 就是 失敗的人 對 失敗的人 我說現在大家都覺得 我好像很有成就 什麼當醫生 然後又跟兩人出漫畫 又得十大節目青年 又是診所院長 但其實我人生 全部都是從失敗累積出來 比如說金曼獎 我們共估幾次 三年 就是入圍共估三年 九次吧 沒有那麼久 金曼獎 你都得到之前 得到啦 三次入圍吧 大概兩三次 對 然後我十大節目青年也是兩次 然後我常常去演講 我最常分享的是我考機車 就搭機車去接領站考試 一趟可以考兩次嗎 我考五次 不是 不是兩次過就下次再來 對 就是我就去了三趟 對 就是考機車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都考了五次 對 但是我覺得我的個性 有一個優點是確定 就是我很努力 然後我也喜歡的東西 我就會不放棄這樣子 對 對 所以我如果自己可以 給大家一些什麼經驗 我就覺得說 不要怕失敗 因為人生滿地都失敗 我就覺得我就是 spiderman 對 但是大家看我現在好像很成功 其實就是一直努力的成果 絕對沒有人一開始就成功 不可能 一般人也不會想那麼多 大家都會想到眼前的壓力 或想到我怎麼辦 我不行 都會給自己一個 比較負面的一個想法 像我來講的話 我都會比較鎖定說 我每一年我大概會有個目標 然後我大概也想說 在人生當中 我們去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那未必是做自己 有時候是 做出這個東西 可以給大家做些什麼 那目標大一點的話 或許也不一定是我們 像組團隊 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一樣 那或許這樣子慢慢累積使用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目標 都在的情況之下 你比較不會去亂想其他事情 周圍很多朋友 我覺得我們不能說他亂想 可是我感覺你就是沒有目標 可是你就是到處會想東想西 然後自然壓力就來了 反正這個壓力都是你想來的壓力 像焦慮症治療有一個方式 就是轉移注意力 其實給目標跟給希望跟給挑戰 這三個是同樣的意義 我常常在門診也是給民眾 我常常會說來的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不叫病人 我都會說民眾 因為我自己也是病人 我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最後是成為一個好的人 我都會說 都會給他們一些希望 目標跟希望 其實有時候是一樣的東西 像我們現在從去教學 其實有很多學生一來的時候 他私底下都會講說 他本身有就醫過的 對 那他為什麼會想說來學漫畫 他覺得畫漫畫可以讓他 就我們剛才講有個目標 或是有個想法 他覺得他在拿起筆畫圖的時候 他就心裡會比較平靜一點 他知道他要做什麼 對 我覺得好像 這也是一種治療的方式 對 我像我自己 我剛剛有說 就在當醫生的過程 壓力很大的時候 創作本身就是這種自我療癒 一來就是你可以把你一些壓力 不管是喜怒哀樂生氣 想罵人都用創作來表現 第二個是 就像兩元剛才講的 創作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是努力會有回報的 是正義可能可以得到腎臟的地方 這個世界是你想要的類似這樣 你是不是想吐槽 沒有啊 回過來問兩元好了 現在工作也差不多 目前來講算持穩了 其實我們在創作過程中 以漫畫來講 我記得你曾經那個文章有寫過 因為有個固定的稿園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 因為當初可能一開始 可能稿園不是很固定 所以說就會比較擔心說 下一張或下一個連載在哪裏 一直要找下個暗主 那可不可以就你的經驗來講的話 像你在畫稿子的時候 曾經面臨到什麼樣的壓力的問題嗎 或者說你怎麼去排解這些的 可以給一些新人一些建議 因為同樣是創作者 大家一定會面臨到這種問題 比如說現實問題最重要 我找不到稿子 那我是不是要繼續持續創作呢 我要怎麼去維持這個 創作的這個人的那樣的部分 新人的壓力我覺得應該就是 錢很慢進來 這個很多人 這個又太限制了一點 老人也會有 有時候我們都收到票了 我也有 對啊 就是我覺得 一定要先存好錢 因為大部分的暗主都是 可能他一兩個月才給你一筆錢 然後其實你那筆錢才兩萬塊 對不對 那你這段時間你要怎麼過火 真的 對啊 所以你有機會的話就是去存錢 盡量多接啦 因為你多接的話 你前面有這樣空窗期嘛 然後你一直尷尬 就慢慢的度過 大家都慢兩個月的話 那你就是兩個月之後 你就是每個月都會有錢 那就是不要有空窗 對 就不要有空窗 新人的話我想可能還會有遇到就是 力不從心 因為自己的能力還沒到那麼大 然後那個案子又趕 就是說我這什麼時候要 所以能力的話你隨時都要準備 就是無時無刻吧 初期的時候我其實都是早上五點起來 真的假的 我現在其實也是 到現在也都是很早起來 真的喔 對 我那時候也不算正常 只是跟你們相反而已 你們大概是三四點 三四點準備睡覺 我只是跟大家相反 對啊 都很拼啊 都很拼 對啊 因為那時候就是剛退伍之後 還有在上班 大概八點要打卡 那我五點起床 然後練度練到六點 練度到六點 練一個小時 然後六點到七點就通勤去上班 那那時候就是我想說 我不要浪費任何一個我醒著的時間 因為其實很多人也是想說 我想當漫畫家 然後但是我邊工作好了 邊練圖 但事實上你上完班之後 你已經整個人癱瘓在那邊了 沒力氣了 對 因為你已經經過一天的折騰 你已經大腦已經放空了 你也不太可能再去集中去試 你已經想說 這個透視要怎麼畫 這個斜度要多少 這個方塊跟這個方塊 要怎麼連在一起這樣之類的 對啊 所以我就早上起來畫 我就早點睡 然後早點起來畫 對 所以新人畫我覺得就是 技術一定要先練好 因為如果你是接按的話 人家是看上的技術 不是看上你的創意 除非你是直接像 有很多人一出道就是漫畫家了 就是直接跟大出版社 就是你就可以自己畫自己的東西了 如果你是接按的話 你是畫別人的東西 那你畫人家的東西 你就是要畫得夠好 你畫得夠好 人家才會繼續找你 對對對 就是你不要自己就這樣擺爛 就是讓自己停下來這樣子 假設說這張圖一千塊 但是你畫的時候 你要用一千二的去畫 讓案主覺得你物超所值 下次再繼續找 對 下次再繼續找你 然後但是你有一千二的實力 他找你之後你就說 我有一千二實力 請幫我加行 對對對這樣子 就是用實力去說服案主 對對對 新人就是能力不足 沒錢錢很晚進來 又畫不夠快 接按的機率 就跟你講的很多東西 除了你會畫圖之外 那你就是什麼都接 對 那什麼都接其實 我覺得說這個其實就是在接 所謂的叫人脈的這個東西 你今天必須跨出去接這個生意 你才有機會接到另外一個生意 對 等於我們發現很多新手 就是就你講 大家想畫自己的東西 那看到不是自己想要畫的 他可能他會推掉 對 推掉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這是個人的選擇 對 我會覺得說你在推掉一些案子的時候 其實你也在推掉一些機會 對對對 那你就變成你的空窗局就出來了 對 那你說你要用空窗局去磨練技術 那當然也沒問題 可是就是有人也不是 錢又不夠 對對對 回到一個現實問題 因為畢竟我們是做職業的 對 做職業的話那你就必須了解說 怎麼讓你的經濟來源是要源源不斷 而且是持穩的 其實我們的話就是創業 我們其實就是一個創業家 我們一直要有一個業務進來這樣子 對 然後產品自己就是產品 產品要好 對 建立自己的一個品牌形象很重要 不管是畫技 或是你擅長的東西 或是風格 對 那或許日後大家看到你的時候 就知道說 這個就只要兩元 對 我要這個風格 或者說他算是配合度不錯 或者有什麼基建 對配合度非常重要 我覺得很多人也就是 可能大家想畫漫畫 都有一點藝術家性格 就是你家要幹什麼他都不要 然後很難溝通 當一個好接案者的話 你就是要好配合 但是你也不要說 暗主講什麼都就是 對對對 不要太難搞 還剩自己的那個主見 對 你完全聽他的話 你就被他牽著鼻子走 對 對對對 就像雷亞剛才講 大家彼此之間就是一個空間要 互相 對對對 這是一個互相的東西 你尊重我我尊重你 沒錯沒錯 那如果說當你一直被他牽著鼻子走 你想擺脫他又擺脫不了了 對啊 然後其實也是 一路上陣子有各種各樣 就是大家走不了這條路的原因 香港的配合度就是一個很重要 很多暗主就是被搞了這樣子以後 就不敢找人畫漫畫了 我認識過 對啊 還有些人是就覺得 就是跟暗主鬧翻了 然後他也覺得這畫漫畫真的是好困難 他就不畫了 所以你剛才講的 我很可以體會 就像我接案子是這樣子 通常有案子過來 那都是案子又很大 那很大情況之下 那我都會評估說 第一個我可不可以接 那如果我不能接的話 那為什麼會養成我後面會帶團隊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不能接沒關係 我可以找其他人來接 或者是說我把這個適合的案子 我轉接給其他的老師去畫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他這個案子 你沒有去接的話 他或許也找不到人了 那他這個案子就留掉了 就沒有了 對那你就少了一筆資金在漫畫圈那邊跑 對 與其這樣大家就是想說 你真的不行沒有關係 那如果這個案子真的不錯 那或許你可以再把這個東西轉接給其他 對變成你去媒合別人 那這個產業不要斷 第一個經濟來源不要去斷掉 那要不然的話 那我們今天接了一個好的案子 或是接了一個案子的話 我們也要認真去做 這個其實是在經營自己 台灣圈子就很小 你只要壞事做一件就夠 你好事做一百件也沒人管你 真的是 你只要做一件壞事 你就全部就是黑掉了 對 所以我們如何去保持自己的形象 在這個業界上是一個良好的 那大家只要想到你的時候就是 他就是品牌好 雖然畫的不好 可是他就是配合度好 對 有的人光是配合度好 就是夠就夠了 對 因為大家一般畫圖的人不會去在乎說 所謂什麼配合 我都畫圖畫我的我管你 是你要配合我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對 互相的一個問題 你不能說自己喜歡畫什麼 可是今天你就是職業的畫家 所謂職業 你就是跟上班一樣 你還是有個上司在 你還是有個雇主在 你有個組長在 那至少 你還是必須跟他溝通 不可能說你一意孤行做你的 那你就自己出錢 自費出房業 未嘗不可 如果說你自己有錢的話 對 投資賺錢 其實就算自費出房業 你還是要跟通路商 經銷商 那些還是會 真的真的 大家都是創業者 所以我覺得人就沒有辦法 完全不理會周遭所有人 回到醫師的專業角度來看 尤其創作 早期創作者都是自己畫 要不就這樣 光在一間房間 就是沒日沒夜一直畫圖 大家可能想說 這創作模式很不錯 因為我們來講 我可能我也覺得這樣好像也不錯 我不要接觸人群 我專心畫圖 可是這會出現一個問題 我們遲早還是必須走出去面對人 你溝通要面對人 你結案子也要面對人 你去領錢 買早餐也要面對人 都要面對人 帥哥 大兵來 所以我覺得說 不管創作者也好 我是一般的民眾也好 有時候就多走出去 多接觸人 像雷亞 早上還會出去 公園 公園走 那我運動是一定是也會帶到 最重要的是就是你剛才講的觀察 創作者觀察是很重要 而且編劇 這種觀察力一定要有 其實搞不好你在觀察過程當中 你的故事就 有時候會有些靈感 一定會有 坐到房子裡面一片空白 怎麼可能會有東西呢 除了我們網路上看書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就是走出去 好像憂鬱症多 或曬太陽好像也會有一些幫助 會 像現在冬天就比較容易憂鬱 對 那個日光對於治療憂鬱症有幫助 對對對 好像前陣子開始陰天 或天氣轉換的時候 所以有一種療法是日光療法 就買個類似模擬太陽東西放在家裡 很外線那種 不過就是就像老師講 如果能多去戶外走走 曬曬天的太陽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更好 因為你第一個視野就會比較開 因為房間裡面就是一個禁閉的 老師我想到 就你剛剛講說就是還會遇到那種困難 我覺得家庭的困難 這一定會有 非常的困難 這可能是最困難的事情 創作者通常會遇到 對對對 像我會比較幸運 因為以前我爸爸媽媽就不管我 他還是很支持 像雷亞爸爸媽媽好像 早期我也是就是當時候 也是歷經了幾次家庭抗爭 因為他們就覺得當醫生 好像設計定位比較好 跟收入比較好 當創作他們不覺得說熱情 就代表一定會成功之類的 他就是他會覺得當醫生是個保障 但是我實在就跟兩人講的一樣 他中間不是有斷一段時間沒話嗎 那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那天有默默的 在信中許下一個約定 就是好我就去當醫生 但我一定會回來再弄漫畫這一塊 所以回來弄漫畫這一塊 兩人說他很幸運遇到我 我也一樣就是我很幸運遇到了兩人這樣子 他讓我當初那個約定沒有就是 就是辜負了自己 而且也實現了你當初的約定 當然我當醫生之後我爸媽就OK 坦白講他們也是用心兩股 怕我說會噁絲之類的 不過現在看當漫畫 就還是真的蠻辛苦的 父母的決定當初應該是這句 但是我也因為有這些的困難 就是有點像我剛剛講的憂鬱症 就是因為有這些困難 你才知道你多想多熱愛某個東西 對所以後來就是當了醫生之後回來做漫畫 我家人就算很支持 而且後來他們看到醫學跟漫畫可以結合 他們也看到有可以幫到一些 其他人 對甚至小朋友他們好像真的可以幫助他們 學習到一些醫學知識 他們也覺得這樣是蠻不錯的 他們也比較放心 但是自己要先撐過去 因為那段期間能讓你撐過去 就是自己跟你的夢想 能讓你支撐 看到一個好像有可能實現的遙不可及的未來 然後就會有希望這樣 就是可能可以達到這樣 動力要出來 其實那個時候拿到金曼獎 算是老天給的一次機會 是嗎 那時候是 因為他快放棄 真的嗎 也不是啦 那時候你爸媽也是叫你不要再畫 然後拿到金曼獎他們就比較 對啊 我那時候也是這樣我爸媽被優退 然後見龍海嘯 然後他們覺得我整天在家裡都媽寶 應該是說就是 那又不知道我在幹嘛 然後拿了個獎之後他們就 好像真的可以這樣子 好像我兒子也不是真的亂唬爛的 好像真的可以這樣子 對 所以金曼獎還是有幫到兩位 我覺得對家庭來對爸媽來說就是 對啊 精神的一種象徵 對啊 這種榮耀 他說得了十大青年那更不用講了 他同屆的是那個復師叫 就是很有名的江振成 直到97年我坦白說 我覺得我得到真的運氣很好 因為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我會得到 是獅子會推薦是不是 不是啦 那個 福倫社 黃榮村校長跟陳快樂院長推薦 快樂院長 對啊 但是我會得獎 其實是那個武建藍創作人協會 其實還是跟文創有關 對啊 就是當初 因為我當初後來當醫生 其實我有一段憂鬱期 我那時候覺得說 那我當不了漫畫家 那我幫別人實現夢想 就跟老師現在幫別人有點像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自己打工的 當家教的薪水全部 所以那時候是你當家教的錢 對啊 我高中到住院醫師大學時代的錢 就幾乎全部都捐出來 投到那個 對 那個協會 那時候第一名 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個中原大學 得我那個第一名的小朋友 我講小朋友那是學生嘛 是 其實這一千塊對我來講不是很多 但是這個給我的肯定 就跟剛剛兩人講金曼獎一樣 他拿了一個獎狀回去 就給家人看 那家人就肯定 然後他也給自己肯定 可以讓他繼續走下去 對啊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那種鼓勵不是說金額多大 而是你讓人家知道說 你的創作你的精神 我們覺得很棒這樣子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創建 五千人協會 然後那時候協會成立了13年 做這個傻事 人家都說真的是傻 因為其實很多人做這種公益的活動 是為了要節稅 或者是可能要出來候選舉 真的 我那時候真的只是說 對我來講是個遺憾 那我不希望就是 其他人也這樣 對 反正我覺得這些打工前 我自己沒有急或需要 那就像那個中原那個學生講得很好 你的一千塊對我來講 那個獎狀意義總大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居大 根本居任 當年會讀獎的第一名 他是插畫組的 對啊 那我當然 我有自知之明 那些評審其實都不是我 我就請我覺得 就是漫畫或插圖很厲害 來當評審當事 那個李季璇他本名叫李季璇 他就從高雄搭高鐵 然後來桃園 然後接送我頒獎中給他 我就想說你那個來回 那個錢好像就超過這個獎金 這個獎金了對 然後他就說 我很感謝你給我的機會 這是我人生得到第一個會讀獎 對啊 那這個案例 我跟兩人講 就是說他其實後來變超厲害的 他後來就是現在是 那個英雄聯盟的專用畫家 然後後來也搬到新加坡去 現在我已經我們兩個已經 不要講了我啦 我看不到他的車位燈 月姓好像幾十萬 我不知道他哪有多少 但是他現在就很厲害了 他現在就已經是 你看LOL英雄聯盟這種獎金 對 那我永遠記得那句話就是 你也可以看到他多重視這份 他其實來領獎是虧欠的 對 所以我覺得最後都是一種 肯定 對 所以我自己算 那13年做了 人家都說 哇那你也捐了不少錢 你應該也捐了 我不知道捐了多少錢 雖然金額都不高 加起來也有十幾萬 都不少 而且是自己掏腰包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做這些傻事 後來有蠻多人感謝 然後就可能是因為這樣得了1397年 至少也是努力過來 我覺得就是 我常常會跟我在我整間的民眾講 就是與人為善 因為其實活在這世界上 鳥事痛哭都很多 太多了 對所以就是大家 有時候講的比較江湖氣一點 就出來大家混的嘛 就互相好朋友照顧一下 那以後你落魄的時候 人家也照顧你一下 大家互相互相 大概就是這種想法 整個社會就是必須這樣子 就是我也不奢望說 你要回報我什麼 可是至少我做出這件事情 可能影響到你什麼了 可能看到你有成就 就算你已經忘記我了 我們就 我們私底下就會很高興 就像有些教學生也是一樣 我教一教 那我可能他現在已經是個 很有名的大師級的人物了 那我們看到他的成就 我曾經有教過他一下 我是他老師 我曾經是他的老師 雖然也沒有教到什麼 太前學 可是我們心裡會覺得說 我們這樣子 稍微小小的一些小付出 就可以讓他看到這麼大的成就 而且是我們未必是 我們可以去做得到的 有時候就覺得說 這種感覺是不錯的 總比一直做自己的 做到最後也沒什麼成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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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們稍微指導一下別人 看到說未來他的成就比我們高的時候 這樣夠了 而且我們小時候或許也接收到不少人的幫忙 這個就是一種善的循環 對我覺得社會需要這種力量 不是互相攻擊說你不好哪個不好 酸來酸去 我就沒有太大意義了 都會為別人想一下 做得自己以外 再為別人想一下的情況之下 或許社會會更美好 對 這樣好正向 對 後面收尾 正能量 突然有雞湯 後面收尾要收得好 對不對 快要被正能量蒸發掉 對 好啦今天很高興 我們聽到梁元還有雷雅老師 來為我們分享他們從一開始 萌發漫畫的這個念頭 然後到了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 努力不懈 所以最後兩個人在因緣巧合之下 兩個人忽然間結合了 過意的 對 對 結合了之後 增加收聽率 對 那我們就產生了我們現在 已經十多本了 《一月有瘋狂》這套漫畫 這不容易 我看漫畫能撐過十集都算是 對 有點經典了 這是蠻欣慰的 對 而且一年一本的持續 差不多 一年一本的持續 那我們十三集也即將出來 希望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已經出來了 差不多 我也希望 會 壓力很大 不會 好 那今天感謝兩位老師來接受訪問 謝謝老師 謝謝 拜拜 好 我是曾建華 漫漫畫畫 我們下次見 好 好 好 可以 你 不管